大家好,我是老白 接着近日,多家企业联合发布声明 深圳市自行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与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签署了收购协议 完成了对荣耀品牌相关业务资产的全面收购 诉说后,华为不再持有新荣耀公司任何股份 之后华为官方也在第一时间发出了声明回应 表示,这是由30余家荣耀代理商 经销商联合发起的收购 属于一场自救行为 这几天我持续关注了一些自媒体和专栏的报道 可以说,基本上唯有把这件事情背后逻辑 讲得特别清楚了 甚至对华为有些片面的一些误解 我觉得有必要做期节目来谈谈华为 谈谈荣耀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以及荣耀背后的故事 白白talk,我们把复杂的事情摆成明白 首先,想要了解一件事情的现在 我习惯会去多看它的历史 其实,华为开始做手机是非常早的 荣耀也不是华为第一个自主的品牌 大概是在2003年,华为就做了一些包括欧典们小灵通终端设备 和一些3G网络做测试的终端设备 一开始的定位就是做配套 华为一直秉持着坚持只做好一个领域的理念 在2010年之前,对于做不做手机,任正非一直没有松口 甚至在2008年,华为一度想把终端公司卖掉 同时,也没有高管愿意去接手手机部门 没有人会愿意去一个没有前途的部门 谁去谁倒霉 后来正好赶上金融危机 手机业务没有成功出手掉 在2010年,在华为内部的决策下,终于决定开始做手机 后来我们也可以看到,华为一旦决定做一件事情 执行力是非常到位的 2010年从欧洲拉回了于成东 我们要知道当时于成东还是主动请因 辞去了欧洲战略与Marketing总裁的位置回来的 并且华为开始投入大量研发预算和经费 但是可惜的是在第一年没有给出满意的答卷 在2012年,华为向市场推出了S&P1和D1 后来在2013年在拉斯维加斯CES发布的S&P1 记得当时我还在美国读书 我特地去拉斯维加斯CES的现场 近距离的和第一代Mate E把玩了有十几分钟 当时我身处异乡 内心是非常澎湃的 是非常有感触的 我当时的感受就是 作为工程师 华为是用了心来做第一代的PE和Mate E的 是注入了大量心血的 PE想做宝,Mate E想求全 但是呢 就是有那么一股隆隆的 工程师的理工男的一个气质 确实很难和消费者对手机的理解产生契合 我们要知道 同期的小米,雷军的一句 为发烧而生 就掀起了国产手机做自主品牌的浪潮 我们来对比一下 小米手机2012年到2013年的销量 已经达到了接近6000万台 处于一个紧喷的态势 在2014年的双11 小米打出了依然第一 单天就售出了116万台的一个标语 我们反攻华为 ASEN P1最终的销量连100万台都没有达到 不及小米的十分之一 就这个时候 华为迅速转变 决心推出一款 走高配、低价 主推性价比的产品来探索 互联网手机领域 产品名为U8860的荣耀第一代手机 成功问世 此时荣耀还延续着 华为品牌红黑主题的一个主题社 突出荣耀是华为旗下品牌的一个系列 希望借助华为的影响力 来发展荣耀系列产品 U8860虽然在各项配置上不如小米M1 但是由于摄像头等领域 实现了突破性的尝试 确实也取得了不错的销售业绩 荣耀一代取得成功后 华为决定加大对荣耀的投入 顺势推出了荣耀4和爱想版等一系列手机 最终获得了市场进一步的认可 但是与同期的小米相比 确实还存在明显的差距 就在这个时候 余城东在微博发表了著名的六项规划 包括从欧易门转向品牌 向中高端智能终端提升 开始启动海湿计划 开启了电商和Emotion UI计划 和确定了世界第一的目标 这个微博发布之后 全网的网友纷纷给他冠以余大嘴的绰号 然而八年过去了 才发现他说出来的都已经实现了 余大嘴如今最终成为了余真实 就在2020年第二季度 华为超过了三星 正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手机制造商 回到2013年 当时余城东还做了另外一个大胆的决定 就是将荣耀独立成一个子品牌 走双品牌的一个运作路线 华为手机品牌 主打3000云以上的中高端的手机市场 以线下为主 而荣耀手机主打3000云以下的中低端市场 主要以线上走性价比路线为主 此时华为终端收入已经占了 华为总收入的30% 2014年6月 荣耀换成了第二个品牌logo 将目标投向了年轻人的群体 口号是 勇敢做自己 这些工程师也开始 倾听互联网上面年轻人的声音 我记得当时 华为高管也纷纷开通了微博账号 与网友进行互动 晚起了线上营销 在2014年的时候 华为麒麟910问世 荣耀3C4G的版本从联发科换成了 麒麟910开始的芯片逆袭之路 后来的事情大家记忆应该非常清晰了 在2015年 荣耀年销售就达到了2000万台 以信号好 续航长 品控优秀 进一步赢得了消费者的信心 在2018年 荣耀Play采取了GPU Turbo技术 赢得了游戏玩家的一致好评 荣耀全年销售达到了5427万台 在2019年 华为终端收入就占了华为总收入的六成 如果单从销量来说 2022年 荣耀如果从华为独立出来 应该是中国国产手机的第四大品牌 就在今年的9月5日 华为遭到了第三轮人的制裁 无法获取5纳米先进制程的 麒麟9000系列芯片 而且不只是核心手机芯片 注入类群芯片 只要含有美国技术 没有许可证的前提下 一律禁止向华为出货 我们要知道 荣耀的产品线是非常丰富的 不只包括手机 还有PC 平板电脑 智能电视 以及IoT可穿戴设备 公开资料显示 单单荣耀部门 就已经高达了8000名员工 全国各地依托荣耀终端 就有上千家门店 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就业人口 我想说 走到这一步 华为是非常艰难的一步 并不是像很多自媒体说的 那么轻松的 荣耀是华为一手带大的 这份情感 可能我们旁人是无法体会的 又有多少人需要 荣耀品牌来维持生计 除了华为因素 社会责任 也不得不走出这一步 放在这个大时代的背景下 华为走出这一步 是十分悲壮的 其实我在几个月前 好像是9月份 做了一期节目叫做 除了手机 华为还能靠什么赚钱 里面提到 华为现在大概有18万多名员工 真正做手机的 大概是2万名左右 之后华为会逐步放缓在 手机方面的投入 只会把主要的精力 放在部分的高端机型 甚至我还隐晦地说了 华为从1987年 在深圳农港成立业务以来 它的主要业务 一直在变化 真正做手机 也就是近实验的事情 华为之后会把主要的精力 都放在互联网 汽车和半导体制造 这几个方面 这个视频放出来后 很多朋友在下面留言 提出了反对意见 认为华为不会去做整车 华为离不开手机 华为还有基站业务等等 其实我个人是非常欣赏 特斯拉的创始人 埃隆马斯克的一句话 The only constant is change 一个公司想要成功 唯一的原则就是改变 而华为今天的成功 来自于改变 未来的成功 也必须是改变 我认为未来的华为 会从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个 会持续加大 软件生态方面的投入和建设 我之前说过 全球互联网行业的体量 其实和手机行业差不多 大概是5000亿美元左右 目前桌面和手机操作系统 基本上可以说是 被美国公司所垄断 从战略和安全层面上 自主的操作系统 是非常有急迫性的 现在卡脖子是硬件和芯片 但是软件卡脖子 才是真的要命的 然而操作系统 讲究的是一个生态建设 而想要建立一个 更加有力度的生态 在早期开放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如果你既是制造商 又是软件提供商 既是裁判又是球员 其实是不太利于 大生态的一个建立的 退回到谷歌安卓 这样一个软件提供商的位置 反倒是有利于 生态快速搭建的 这次荣耀的出售 对生态的推重 其实是有利的 当前 HMS全球月活用户 已经达到了7亿 注册的开发者 已经高达了160万左右 希望在明年 手机鸿蒙正式上线 能够在其他手机上面 全面铺开 第二点 华为一定会全力 投入汽车领域的业务 全球汽车产业的市场规模 大概是2万亿左右 大概是手机行业的4倍 可以说是养活了半个德国 现在汽车产业 是在电气化转型的风口 为了想要能与特斯拉一战 华为必须得上 其实昨天除了华为出事荣耀 还有一个重要的消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 那就是华为汽车业务 与消费者业务正式合并 余成东来总负责 这就代表着华为目前最能打的余真实 要开始接管汽车这一块了 第三点 华为会投入大量的人力 攻坚半导体制造 包括芯片制造领域 目前中国是电子产品的大国 使用了全球65%左右的芯片 电子产品的产值 大概是2万亿美元左右 其中一半都是用于出口 由于董王政府希望通过脱钩手段 让产品制造回流美国 于是华为备不可思议地收到芯片断供 当下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 补全芯片全产业链 不再受制于人 据了解 华为会采取资源池类共享技术模式 开始攻坚包括14纳米和28纳米的节点 其实华为在上海设立的芯片工厂 已经是公开信息了 目标是在2020年前生产出28纳米芯片 能够满足物联网和5G设备的需求 我刚刚提到资源池共享 其实就是华为把国内半导体供应商 传在一起资源共享 比如说很多技术 华为的团队或者其他公司研发出来 本来可以申报专利 甚至后续还可以生产 不断地赚钱 但是为了追赶进度 大家求同存异 在市场线上毫无保留的市场 多项技术和路线并行推进 目前一切都是为了28纳米一个目标 华为会派出人员 甚至投入资金 购买设备 一切都是为了帮助国产设备制造商 实现关键节点和技术突破 我这里强调一点 华为厉害的地方 真的不是它有什么神秘的技术 或者神秘的大流 华为厉害的地方 是它的执行力和统筹管理能力 半导体制造产业 其实是非常适合华为这类型的公司的 之前华为的敏捷家 戴沃斯的班子战争这一模式 在业界是非常出名的 是非常适合芯片制造这个行业的 芯片制造这个东西 就是需要不断地打磨 不断地点对点的攻坚 不像链子通讯 不像反物质 还需要理论上的突破 现在我们国内 有中心国际 比亚迪 包括华为 都在做这件事情 我相信 我们国产半导体 国产化之路 是充满光明的 之后 关于荣耀的事情 我也要提出我的一些反思 首先 荣耀出售的消息 在官方未发布正式声明的时候 各大媒体 包括自媒体 流言满天飞 华为出售荣耀的消息 在公开市场上 我记得最早是 10月9日左右 我就知道了 后来 各大网站 纷纷发帖 又纷纷删帖 我一定要给大家提一个醒 此类的消息 是极为敏感的 消息在不受控的情况下 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甚至会对交易 本身都产生影响 第二点 我要给大家提一个醒 目前 董王还在位 最早也要在明年1月份 才可能退下 董王可能现在忙于选票 但是呢 不代表他之后 不会做出一些过激的行动 在这个过渡期 风险不但不会降低 可能还会更高一些 我们要更加严格地控制 非公开的信息 之后 美国新一任上任 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政策 对荣耀来说很重要 对我们消费者 同样也很重要 第三点 我想说说我的心里话 从摸到第一代的Mate1 当时我还是一名大学生 到现在Mate40 作为消费者 我有心地见证了 国产华为手机的崛起 我们亲切地称为它局场 我们见证了局场的成长 局场来之不易 我们消费者 包括很多一线和后方的员工 应该多理解局场 等华为把ID们搞起来 到时候 还有太多的产品 等着大家去买 还有太多的事情 等着大家去做 我就说这么几点 说得比较隐晦 很多细节不能说 但是希望大家理解 懂得正能听懂 我内心的赤诚 我相信大家能够感受到 我是老白 白白talk 我们把复杂事情白成明白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有什么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们可以展开更多讨论 最后记得给我点赞 拜拜